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型到了它该换代之前的产品周期的末期 它的产品力与它的各个方面都会变得最完善最值得购买 今天我们找来了三代卖腾 B6 B7以及B8 还有我旁边的这款最新款的卖腾 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么这款车到底是进步了还是简配了 我们一起做一个直观的对比 而曹老师他当年卖车的时候 他卖的就是这款B6的车型 那么他对这款车型特别的熟悉 有着他自己的一些故事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也是特别巧的一个机会啊 我们把这个麦腾几代车啊 全聚集在这儿了 那这里面每一台车 都是当年竞争激烈车市里 那一号人物啊 那真的是 咱们还是从咱这爷爷辈儿聊起啊 这台车现在路上能见度啊 很低了 07年就上市了 现在咱们算了啊 13年了 奥运会之前上了 哦 现在如果那会儿有个孩子 这孩子现在都上初级了 大家想想这个年纪 那么这台车啊 即便现在你去看 你都会觉得它的设计啊 贼经典 它是一期大众这个卖的 包括生产销售的第一款B级轿车 来自原汁原味德国大众Pasad B6 当时一上市的时候 用的是这个大众最新的发动机啊 涡轮增压技术 加上钢带直针技术 两个技术 整合在一起 TSI加DSG 好多消费者那会儿都不知道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但是就这样啊 这技术这个新鲜劲啊 还热乎着呢 一期大众就直接把这个6AT 哗啦一下升级成DSG 双离合并行 这一下真的炸了 TSI加DSG啊 这个经典的这么一个黄金动力组合 他呢把当时这个B级车市场 所有竞争对手 什么雅阁八代 什么凯美瑞 什么SONATA 这些都是4AT 5AT 麦腾直接就6AT了 还是双离合 那么换挡刚刚快提速又猛 这个推背感 那都不是推背感 那是踹背感 当年叫踹背感 光动力上啊 这个领先 我觉得根本不够 这个麦腾上市啊 很辞世的这个产品基础 你坐进车里啊 人家就已经是多功能发行盘了 人家座椅都能加热了 人家都一键点火了 连手刹人家都是这个电子手刹 不过他的手刹设置啊特别逗 在整个预表台的最左边 像保时捷的点火开关一样 反向设置 这东西很奇怪啊 很有意思 那这些配置 你想想啊 连起来真的跟这个穿越剧一样的 这种产品力 呃 还有呢 就是来大家跟我看 就是这个打开车门啊 很多人这个旧印象里啊 觉得这个德国车啊 德系车 工程师思维特别严谨 死脑筋 没有人情味 但是啊 来大家看看 07年啊 人就跟老死一样啊 留的有这个车门的鱼伞储物槽 哎呦啊 太有人情味了 这个车啊 跑了41万公里 这个整车啊 就是这个方向盘包姜了 润滑 然后这个车呢 但是它机械素质并没有改变 它这个换挡啊 唐唐唐唐的一脚一脚 你踩去之后 它这个推背感非常强 我开这个车的时候 真的就是让我想到了 那么多年前 我去卖这个车的时候的感觉 真的是回忆啊 包括五味杂臣都在里面 这个车无非就是年头长了 然后里程长了 它这个车啊 现在就是啊 塔顶有点松 有点矿量 它会哐啦哐啦的过坎时候 有点响 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影响 它非常清晰的一个路感 而且我能感觉到通过方向盘 去掌握这个胎的前胎 特别宽 哎呦 行 这个回忆太棒了 这就是这台B6 咱们接着看 就像曹老师说的啊 当年第一代的B6的麦糖呢 那可是对标BBA的 它的价位也比较高 那也展示了大众 当年最新的一个技术实力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的表哥 它作为飞行员 当时有了一辆B6的麦糖 那真是很令人羡慕 但是对我来说呢 让我印象更深刻的 是后面第二代的这个B7L的麦糖 虽然同样是一个PQ的系列的平台 PQ46的平台 但是呢 你看它的外形相比较 B6的麦糖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这个整体的车身设计呢 是由大众最旗舰的这个团队 灰腾的设计团队来操刀设计的 那它把B6上那些很多圆角的设计都取消了 换成了现在剑棱剑角的很多方形的设计 包括这个灯 原来的圆形的 现在变成了这种方形的 U形的这个灯组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当时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车 基本上都是标配LED灯 但是在当时呢 然后ED灯 日间的行车灯 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设计了 然后就是前面取消了原来那个贯穿保险杠的U形的 这么一个道的梯形的一个进气中网 现在呢 换成了一个四道杠 比大队长还多一道杠的这个进气格山 然后更大的变化其实是在尾部 尾部呢 因为是从B6加长而来的 那B7L整体的这个尾部会看着更加的舒展 包括呢 它用了很多这种更加方形的线条 所以呢 看着这个车更加的稳重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尾灯 尾灯原来B6的时候呢 它有两个圆形 一边一个 看上去比较运动 现在呢 它把这个圆形取消了 变成了这种很方的 更加整体化的这种尾灯 所以呢 让你看上去尾部更加的四平八稳 那这种设计呢 也被当时 用作很多这个公务员用车呀 政府采购用车啊 都会去用到这款麦腾 除此之外呢 当时有一个特别有话题的变化 就是在于它下边的这个排量的标志 那B6的时候呢 它会写的是1.8T的 它是2.0T的 但是到B7L呢 它会取消前面的排量 只留下TSI三个字母 但是呢 根据它的排量 来把这个三个字母区分 是三个标红 还是一个标红 那当时网友也调侃 说一个字母 1.4T的是弱机 两个字母呢 可以比一比1.8T的 三个字母啊 惹不起2.0T的 当时动力是很猛的 其实从B6到B7L呢 它的底盘进行了一个加长 虽然都是同属这个PQ系列的 PQ46 但是呢 你看它底盘调校起来 有明显的不同 开起来也是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它更注重 车内乘客的一个舒适性 悬架更软了 而且呢 它这个整体的静谧性 也更好 更加的安静 少了一些这种 扎实紧绷的感觉 但是坐起来 就更加的舒服 那我觉得当时呢 因为我的同事 有一辆某经常会开它那款车 我觉得整体开起来 也更加的轻巧 相比较B6来说 它考虑的更多的是 车内乘坐的一个舒适性 所以当时这个车 凭借着这个外观 比较稳重的感觉 然后乘坐起来也比较舒服 在同级呢 奠定了当时这个 很受欢迎的 这么一个口碑的基础 同时这个车啊 当时还有一个3.0V6的 一个动力的版本 也拉开了它和其他的竞争对手之间 这个档次的差距 2014年啊 巴黎国际车展 我就在现场 亲眼看着这个第八代Perset 全球发布 那但是呢 这个特别逗啊 16年的时候 咱们17大众才把这个B8引进 并且呢 把它顺手轴距又加长 增加轴距59毫米 达到了一个 这个轴距直接奔着2米9就去了 是一个C级车的一个轴距标准啊 那我觉得 一大众觉得在B7到B6的时候 加长啊 还没过瘾 在B8上又加长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B7上 它用的这个设计线条 还是比较平直 它的取向是比较豪华 比较luxury这种方向去的 其实它的整个车的造型啊 比较平啊 比较飞机长 那我们看这台B8 它的车身啊 你看 哎呦 这个立体感 包括这个棱角 这个棱线啊 特别的骨 特别的立体感 这个设计一看 你就会觉得 它的设计呢 不求四平八稳了 是一下就转投了 年轻人喜好的阵营 比较运动 那再去看这个U型的日行灯啊 其实在B7上呢 它的这个U型灯是一个U 那在这个B8上 它的这个高配车型 它的这个U型灯 变成了虚线扁胖的这种U型灯 明显它会更加的动感 那它的尾标 其实在这台车型上 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概念性的变化 那在老车型上 1.8 TSI 包括20 它都有颜色的标识 那这台车 它已经彻底换了算法 变成了280 330 380 这种算法 那还要谈谈它的平台 其实这台车 用是MQB B平台 那么车内的变化 比车外的变化更明显 大家可以进到车内看一下啊 这个车里面 有一个像奥迪一样的 这种贯穿式 一条线的空调风口 包括这个全液晶仪表 最新的东西体系统 全都一股脑全给上了 这个产品力提升明显 这车后排啊 重点 我觉得别用小拳头去量了 这个车的后排空间表现啊 跟当年华晨宝马长轴5系的 这个后排表现啊 也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个表现了 那B8L这台车呢 开起来更加的安静了 很多时候啊 就是下班以后啊 你自己一个人开车 想在路上啊 就想进去 再听上几手 自己非常喜欢的曲子 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那麦腾啊 从来都是前麦佛逊 后多连杆悬架 那么这台车的悬架呢 有了一个大的 一个调整方向性的变化 它呢 目的是把这个后悬架 变得减震更好 包括这个吸收滤震 包括吸收噪音能力变得更好 那这台车呢 它的整个形式质感呢 绝对是变得更厚重了 汤底非常厚啊 大家体会一下品项 又厚又香又纯 咱们接着聊 来来来来来 今天大主角来了啊 俗话说得好 不怕奥迪和路虎 就怕大众带字母 这台新卖堂啊 大家可以看最明显的特征啊 咱们从后屁股来先看 这个不仅仅啊 把这个Magaton这个字标啊 放在了整个这个大众标的下面 而且居中了 大家看这个字体啊 咱们回想一下B6 B7 B8 这么一带一个样 一带一个样 每个车型啊 这个字体都在变化 而且这个每个字啊 字间距拉大以后 跟那个小钢印一样 当当当当 拖在这个后屁股上 特别的齐整 那么这两天呢 我开着它的路上 我感觉我自己的身件 都迎来了涨停板 那除此之外啊 咱们再聊一下变化 像大灯中网尾灯 它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比较精致的变化 大家看啊 这个日行灯又变样了啊 又变样了 又进化了 原来的车呢 都是U 甭管是胖U还是瘦U 现在变成了L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变啊 前后灯都能找到这个元素 这个变化其实是来自于 最新的这个家族旗舰SUV 涂瑞用的跟它是一套这个设计语言 那除此之外啊 像这个车流水灯啊 包括这个迎斌投影灯啊 包括这个侧销线啊 有一个麦克特的这个侧标签灯 总之吧 这一套灯安排上 安排上之后呢 整车自带一套这个美颜灯光啊 哇 太棒了 你闻闻这个车 全是人民币的味道 咱们去看东哥怎么说这车里面 是啊 但是我觉得呢 呃 刚才说的那些啊 其实都不是这次啊 麦腾改款的一个最最的亮点 那最大的一个重点亮点呢 是在于 它是大众合资以来 首款采用这个原厂就带 车联网系统的这么一个车型 而且呢 它是一个L2加级别的 全速域的驾驶服录系统 那它有很多这种实用 并且安全的功能 而且呢 你看它还有一个第三代的 信息娱乐系统 还给我们设计了一个 全新仰视的一个方向盘 那并且呢 在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 包括它的一些在线导航啊 然后信息追踪啊 然后包括它可以使用这个语音 来控制车辆 让我们感觉这个 原来很严峻的这种 德国的汽车 也有这种非常方便 人性化的一些 便捷的科技配置 有坐的啊 有开的啊 前面是开的 后面是老板座 或者是你的家人座 我先来聊开的感受啊 好 这台车新麦腾 这个提升啊 真不少 但是我觉得主销车型啊 这些什么这个 原厂车联网啊 包括L2的那个自动驾驶 我觉得可能不是大家必须要的啊 对吧 对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车来说 我觉得先来聊聊这个 我肯定的点啊 这台车内饰多了一个30色的氛围灯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花里胡哨的设计啊 我觉得对我的心情控制特别好 心情好换一个颜色 心情不好再换一个颜色 对吧 嗯 其实你关注的这个细节的点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偏向于驾驶 然后因为我毕竟坐在后排嘛 我对比的是从B6到B7L有一个这个车内空间的一个加长 然后从B7到B8呢 其实又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车内空间的变化 现在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整体车内空间我认为是很富裕的 很充裕的 包括我坐在后排我1米8出头的这么一个身高 这个腿部完全是一个有点过剩的这么一个空间 然后呢 不管是翘二郎腿啊 还是怎么样都没问题 反而是我觉得如果我去不开这个车 我去坐在这 我希望它的座椅尽可能的去再软一点 因为你看如果我们正常坐后边可能会往下出流着怎么坐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角度啊 就是并没有真的达到我最舒适的那种感觉 原来这个整体B7L的这个舒适性 其实是从B6过去之后 它提升了很多 包括底盘变软了 但是现在的新的B8的这个平台呢 它的这种调教其实又发生了变化 又有一点开始偏向于这个操控和这个运动感了 因为原来它是一个标杆的车型 然后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德系车的这种新的认识 但是现在呢 其实你看包括它的动力组成 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它在这个很多的细节方面 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大的惊喜 反而是我们可能对它的期待是比较高的 那怎么能让我们这个有惊喜 其实是更难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没错 其实这两天咱们你看678包括新麦腾全都是了 我就明显感觉就是你说这事我也有体会 就是咱们对它的期望是往往是更高的 但是呢我会觉得67对B6B7它是偏舒适的 你看别看大家都配的是TSI加DSG啊 但是67它特别舒服 它一拐弯这个车有点像像船上的 它左右能稍微的摆一下 那这么一摆就会整体感觉这个车比较柔化 然后很舒服 但是B8一上来 B8L就变得特别的运动 特别的机灵 它的悬挂特别敏感 那我觉得这样其实 当然啊年轻人都喜欢运动 这是没错的 但是这个全家人一起 或者说你车有商务需求的时候 对吧 客户坐在后面 我觉得这个车悬挂整个底盘这么机灵 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取向 包括家里的长辈坐在后面 可能这么机灵的话 它们会有一点不舒服 我觉得在这个可能啊 未来如果有机灵的话 我觉得这方面咱们可以一起探讨 这个悬挂包括底盘 可能我觉得偏舒适一些 可能会更好一些 就是我觉得啊 它包括这个 从它的性能啊 参数啊这些 绝对是要比之前的B6 B7L要进步了很多 但是呢 观看参数其实 并不是说我们日常使用的 就是全部 我们可能在使用中 包括我说的座椅啊 包括它的这个自动起停 刚才你停在红绿灯 然后又重新起步 其实我感觉到还是震重比较明显的 其实我认为啊 如果它真的做到更好的话 它会把一些细节 更有人情味的东西做出来 让我们感觉这个车 它是一个 真的是在细节方面处处的进化 而不是说很大而全的做一个进步 对它现在其实进步已经很快了 但是需要打磨啊 跟手表一样腕表一样 需要打磨的更好一些 这样就是一个更优秀的一个产品了